诗人大威描述了当他被恶人和敌人环绕时的危险 他提到神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的堡垒和我的庇护所 他认为神是辩护他的,并相信他的拯救 诗篇揭露大威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凶恶的恶徒想要杀他并向他撒谎 但是尽管情况如此困难和危险 大威仍然充满信心、勇敢和无所畏惧 在这首诗篇中,大威教导我们 当我们认识耶和华并相信他时 他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恐惧 像大威一样,我们确实有对环境的恐惧 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恐惧 大威应对这种恐惧的方法 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并寻求他 那是他的秘诀和首要的渴望 当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并得到安息时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 他在第十四节尾端说到 等候耶和华,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并等候耶和华 因此,大威在第一节陈述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为什么要害怕?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中 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七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她的荣美 在她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她必安安地保守我 在她亭子里 把我藏在她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她的帐幕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吸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真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足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 去你将你的道志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 和口吐凶严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你是我们的亮光和拯救 当我们面对人生中的 试探和挑战时 帮助我们 以坚固的心来寻求你的面 我们知道 尽管我们周围一片黑暗 但你的光 会指引我们 走向正义的道路 我们感谢你 封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